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他去打水的时候没有打水 在深水井里他得到了很多破碎的陶涌 这些陶涌可以制成人形 所以当时农民知道事情并不简单 所以他把这件事交给了当地政府 这时当地政府派出了一批专家来营救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这次挖掘震惊了全世界 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兵马俑和马 这些兵马俑有不同的形式 每个兵马俑都有不同的面孔 并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兵马俑 而这些赤土色的头发 衣服也以不同的形式装饰 他们有站立和坐着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专攻射箭的人来说 有特殊的枪支 责任分工也不同 然而其中一个兵马俑非常特别 他很少出现在每个人面前 因为这个兵马俑的脸是绿色的 我们都知道其他兵马俑刚刚开始挖掘黄色的脸 但这个是绿色的 但他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专家可能认识到是以下原因 首先 兵马俑可能在施工时使用了错误的油漆 因此他们被空气氧化 然后呈现出这种颜色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时有数百名工匠 而可能制造这种兵马俑的工匠只是一个色盲 因此他导物了这种颜色 并导致了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在制作兵马俑的过程中 为了将这个特征添加到兵马俑中 他画了他的脸绿色 猜测有很多原因 并且每个人都不相信每个理由 那么具体原因是什么 我们无法知道 但我们所知道的是 兵马俑是我们伟大的历史遗产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护它并珍惜它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